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五回 石墙上的人欢呼声大起 大家伙都露出了宽心之策 缠在巨兽双族上的子物也在这个时候终于溃散不见 一些人兴奋的急忙放下了木门 手持刀枪准备出去击毙此兽 问一些人呢 则开始救助受伤的同伴 但是还没有等木门彻底放下 原本低头垂手的巨兽忽然回光返照式的仰天大吼了一声 接着单臂用力挥 手中十余杖的巨棒竟一下子生猛的扔了出去 巨棒远远的飞上了天空 直奔村子中心处飞路人下 声势惊人至极啊 在下方的都是一些见到巨兽即将丧命而高兴地冲出来的妇孕之流 眼看着七八名村民即将被一下子砸腾肉酱 其他人脸色大便惊呼了出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人影一闪直奔落下去的巨木飞射而去 一声嘀吼之后此人两个手一挥狠狠地击在了巨棒的中间部位 巨响传来 黑木一下子斜飞了出去 落在了一处无人的空地上 那个人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 动作潇洒自如 正是那位有些阴厉的白面中年人 获救的男女村民们大松了一口气 立刻满脸感激地围着此人 口中连声称谢 但是这个人只是神色淡淡的一白手 就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不过 韩丽的眼上却有一丝溢色闪过 因为此男子在救了人之后 竟不经意地往他这里冷冷地望了一眼 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何用意 但明显看他不顺眼 韩丽皱了皱眉啊 还在琢磨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蹊跷的时候 木门已经放下 数十名轻壮男子冲出了村子 将那已经重伤不起的巨兽击毙在了原地 但这些人还没有罢休 有人用一口白色的长刀劈开了巨兽的头颅 然后一阵鲜血淋淋的摸索之后 默然举起了单手 手中多出了一枚拇指大小的绿色金石 此人惊喜地大声高呼了起来 附近旁观的人一阵骚动之后 同样地兴高采烈起来 哈利见此情景眨巴眨巴眼睛 呼觉那绿色金石似乎有些眼熟 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 他疑惑地低头想了想 脑中灵光一闪之后 一下子想了起来 当初在虚天殿的殿中 他所得到的所有傀儡残骸中 似乎都有这么一块差不多的绿色金石 难道真是相同的东西 哈利有些嘀咕起来 不过哈利又看了一会儿之后 就二话不说纵身一跃 跳下了石屋 那胖老者等几名长老 都已重新进了厅堂内 他还有一肚子的疑问 想要问清楚呢 梅宁见哈利回到了厅堂 也低着头走了进去 再见到刚才的巨兽一战 他似乎知道了此地的危险 脸上露出了一丝愁容 哈利走进去的时候 老者和其他几位长老 都重新坐回了位置 见到哈利走了进来 老者笑了笑 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一名身材高大的壮汉 却快步走了进来 他的手中正捧着那颗 绿色的金石 大长老 这是那怪物头颅内的 银鸣寿金 请几位长老查看一下 壮汉将金石放在了 老者身前的石桌上 啊 这次要辛苦你们了 趁着绝灵之气喷发 新石他们弄回了一些鱼虾回来 一会儿大家多领一些 也算是慰劳了 老者见到这颗金石 高兴地说道 多谢几位长老 壮汉顿时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心满意足地带着这个吩咐退出了厅堂 杭力呆在一旁 冷眼看着 两位刚才看见的怪兽 就是此地独有的阴兽 骄争 让两位吃惊不小吧 这阴明之地 虽然方圆只有百里大小 但却生存着 妖兽 人类 和各种各样的阴明兽啊 老者将那绿色金石 小心地收入了怀中 这个时候才一转头 向韩丽正色说道 什么 这里还有妖兽 当然了 每当这里的空间撕裂的时候 可不管什么 修饰妖兽 可都一视同仁的不会放过的呀 老者露出了一丝苦笑 但是顿了顿 又接着说道 妖兽在这里 同样没有法子使用妖术 但是他们千锤百练过的妖体 实在是强大至极呀 不是咱们人类和阴明兽 可以招惹的 好在的是 他们一般只守在固定的几个地方 喜欢吃阴兽 从不轻易地外出 对我们人类的威胁啊 还不算大 可是这些阴兽就不同了 他们是成此处的阴明之计 自行诞生的 天生啊 就喜欢吞噬人类的血肉 几乎啊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强大的阴明兽 找上人类的村子 虽然说大部分都被村里边的人击退 但偶尔也发生过较小村子被击破 这城村的人被吞噬干净的事情 相反呀 像我们今天击杀了这么一头的娇争 没过多久 从阴气凝结之地 就会重新的诞生出一头来 这些阴明兽 根本是杀不完的呀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听阁下 话里的意思 这里的人类村子 并不止此地一处 难道还有其他几处吗 韩丽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问道 当然有啊 虽然也不太多 但也有七八处左右的样子 分布在整个阴明之地 因为此地的食物非常匮乏 除了有限的几块土地 可以种植一些食用粗粮之外 其余的地面 因为阴气太重的缘故 根本就是寸草不生 而这里的阴明兽 大部分体内含有剧毒 虽然那些妖兽的肠胃 不在乎这些 但我们人类可就倒霉了 除了几种特殊的品种之外 其余的阴明兽 即使杀死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吃啊 唉 这些恶劣的条件加到一起 这就决定了 人类存活的数量是固定的 每一个人要想在这里生存 都必须要做一个有用之人 否则只有被赶出村子 让其自生自灭啊 老者说的后面 这语气有些冰寒了起来 阁下称这里是阴明之地 难道这里和谣传中的阴丝之界 有什么关系 此地到底是何所在 我们身上的法力背景 不知有没有办法 可以恢复如初啊 最重要的是 在下并不想留在此地 还想回到外面去 想请长老这条明路出来啊 杭丽眉头皱了皱 随后长吐一口气问道 你说什么呀 回去 唉 要真是像你说的那么容易 回去的话 我们这些人还会一直待在这儿 天天过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要知道此地大部分人一出生 就是生活在这阴明之地 只有极少一部分人 才是和你我一样 是被怪物吸到这里边来的 而大部分外来人一进入此地 就被那些阴兽给吞噬了 只有那运气不错的 才因各种原因侥幸活了下来 并逃到了村子中 我们的亲朋好友 同样都在外面了 韩丽听了这话一时无语 至于这里到底是什么所在 是不是和阴丝之界有关 这谁又知道呢 不过许多比我们先到这里的前辈 倒有过这个方面的猜测 一种和道友说的差不多 认为这里应该是阴丝之界和人界交汇的一个空间裂缝之地 所以此地才会有如此浓厚的阴明之气 但又没有法子形成太强大的阴明兽 另一种则认为这世间根本没有什么阴丝界 只不过是一些修士一讹传讹罢了 他们认为这里应该是传说中的魔兽 罗魔兽的腹中 只有传说中可以吞噬日月 并能瞬间破空穿梭的此魔兽 才能解释怪物会在不同的海域出现 并每隔数年 此地才会和外界相通一次 要知道传说中的罗魔兽 也是生性喜欢隐匿海底深处 并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才会进食一次的 什么 罗魔兽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魔兽可比那阴丝界更加的不靠谱啊 我可不认为我们这一界还真有此寿存在 一听老者这个假设 韩丽脸色顿时大变 不错 我当初一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也许和道友同样的震惊无比啊 但不得不说 这个猜想虽然荒诞的很 但的确有点可能 若真是空间裂缝常开的话 也应该是在外界某一点上 固定不变的打开才是 哎 可实际上 殷民之地 每次和外界相通之时 吸进来的人 都是来自数个不同的海域 彼此之间 这些人连其他海域的名称 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比如在下吧 我就来自大静黄潮湾 南州的小岛 而其他的修士 则有的来自五龙海 有的来自天沙大陆的沿海 还有的则是来自乱兴海 在大家还没有认识之前 大多不知道对方所说的海域到底是在何处啊 大静黄潮 道友是来自晋国的修士 杭丽这个时候露出了一丝差异 这正是他在天南的时候听说过的超级帝国的名称 哦 道友难道也是来自我们大静黄潮 老者顿时眼睛一亮 哦 这倒不是 不过韩某都听人说过一样 知道那是一个超级大国 在下一直向往的很 可惜没有机会去啊 那这样啊 真是有点遗憾啊 真希望老夫还有机会能回去哦 老者露出了几次失望之色 呵呵 道友若去了我们大静 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修仙界 据我所知 这世间虽然有许多其他修仙者出没的区域 但是没有一个能和我们大静相比 能有如此规模和兴盛的 说我们大静国那是这一届修仙者的圣地 呵呵 也绝不为过呀 一说起自己的家乡 趁老者啊 眉飞色舞起来 韩丽揉了揉鼻子 虽然脸上苦笑已淡 倒也被对方说得心中一动 哈哈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 人上年纪了 老朽说得有些跑题了 哎 刚才道友询问此地 是不是有办法恢复法力神通 我可以清楚的告诉道友 只要待在这阴鸣之地 就不用幻想以前的神通还可以回来 此处除了那阴鸣之气之外 还存在一种被我们称之为绝灵之气的东西 他们平常身处在地废之中 但定时的会从地底深处喷发出来 弥漫整个空间之内 只要是修饰 身处他们的影响范围 就会一切法力神通皆失的 这是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的 你们这一次被吸进来 不就是凑巧碰上了裂缝开启和绝灵之气 同时爆发吗 听到老者谈起此事 韩利心里一阵的郁闷 若不是碰上这么倒霉的事情 他也不会被区区一个鬼物给整到这儿了呀 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逍遥去了 到了这儿 就真的一丝出去的希望都没有了吗 在下还是有点不信 韩利沉默了一会儿 不甘心地说道 哎 也不能这么说 出去的法子倒是堂而皇之地放在那里 但也要有人能做到才行啊 什么法子 韩利心里一写 连忙问道 在旁边 听到老者先前之言 正神色红白不定的梅宁文言 也不禁精神一阵 这个 老者没有马上回答 反而露出了一丝迟疑之色 怎么 倒有 还有什么不变吗 二位不要误会了 这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在下希望 村中能再多出一名修士 但是也不会纯心刁难二位的 我只是害怕 我只是害怕这两位道友出去心切而往送了性命啊 啊 老者看到了韩利和梅宁脸上的神色变化 眼睛微眯了起来 大有深意的说道 听了这话 韩利先是一愣 他马上轻笑了起来 放心吧 韩某虽然看起来年轻 但也是修炼多年的修士 不会莽撞行事的 若真是事情不可为 在下可绝不会贸然送死 不过韩某还是想先打听打听 道友所说的脱身之法 看看到底难在何处啊 好吧 既然道友都这么说了 那老朽就不再隐瞒了 胖老者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下来 走出了厅堂 并站在门口处 抬头望着远处 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 韩某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不会 不会你真要去爬那暴风山 梅宁站在韩利身后 红唇一样的问道 此时的他 一定是脸色苍白至极啊 他对老者说的脱身方法 彻底的绝望 认为根本不可能 达成这个条件 我一时也还没考虑好 但总要设法一试的 韩利望着天空 淡淡的说道 梅宁听了这话 神色一动 刚想说话 却忽然有脚步声 向二人接近 一位年纪十五六岁的油黑少年 好奇的走了过来 两位是新来的人吧 我奉了长老的命令 带二位到住处的 一位二位是新人 所以头三天的食物是免费使用的 但是以后就要出任务才行哦 否则就要离开村子 自谋生路的 少年 就将二人带到了一间 还算整洁的食屋内 可是呀 刚梅宁往屋里一看 顿时 金住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三百三十六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